好 民主跟專制兩個陣營 現在的對立越來越明顯 裴洛西的亞洲行也開始發酵 來看看在歐洲也有動作 這是英國衛報有獨家消息報導 就算是裴洛西的行程 引發了台海局勢緊張 不斷升級 英國也再有動作是他們的下議院 外交事務委員會現在也計畫 要在這個年底來訪問台灣 最可能落的時間點就在11或12月 不論中共怎麼反對 他們說這一趟的訪問 就是要表達英國對台灣的支持